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修止玩路 在以赛亚书40章1到5节他提到 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 又向他宣告说 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 他的罪孽赦免了 他为自己的一切罪 从与我手中加倍受罚 有人声喊着说 在旷野预备烟花的路 在沙末地修凭我们神的道 一切山蛙都要填满 大小山岗都要削平 高高低低的药品改为平坦 七区区的必成为平原 与我荣耀必然显现 凡有邪气的必一同看见 因为这是与我亲口说的 与我姐妹在这一张里面 他提到的是 在宣达以色列战胜亚树 从贝鲁之地归回的应许 这部分跟先前黑暗的神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是让百姓能够看见一线的曙光 虽然当时的百姓没有贝� 但以色列已经看见那在当中 最黑暗的时期以后将来要得到祝福 在三到五节这句话里面 他讲的是 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国的时候 越卡就要率领他们向前行 而在西约马太福音中 基督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世纪约翰就用这句话 营用在自己的身上 你知道我们要把这个东西 拉回过去的时代背景 以前古代的时候 那时候大部分的路是没有修平的 你要沾着十字路随时路之后 虽然没有铺跑 但是那些车辆交通的用路 其实他们常常还是要立界线 不然那车子就会响壮嘛 所以他们五十后有五十二路的人 他们就是立界线的方法 他们要常常立界线 然后试着把路能够弄平能够维修 你知道没有修好的路也是不好走的 你看如同我们的神秘也是一样 那我们的神秘有坑坑巴巴的过去 但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成为弥赛亚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施己约翰就在那个当中 为耶稣预备前方的道路 而现今的教会和神的百姓 也是同样如此 在耶稣来之前 我们能否在这世上和神同工 一起修平这世界的坑洞 是否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 你知道我认识的朋友 他就是在当中就想说 之前他就是为自己做一些美容 然后去打雷射这样子 因为他脸上可能就是比较稍微不是很平坦 然后我就说 我就想说他只能够去打那个红红那样 因为每次打完脸都红红 我说这打的真有用 他就说有有有 所以打完之后 这雷射打完之后脸上坑巴巴巴 就会稍微浮平起来 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 在这样的严峻的情景之下 在严峻的情况跟环境之下 我们是不是在当中 我们也能够成为那道光球 那道雷射能够去祝福人的 而不是去打人是祝福人 你知道也许有些人 你已经在家中 已经在自主隔离 或者是你的家人可能在接受治疗了 我们都要带个盼望是 上帝会用他的话语 带些安慰和平安 我们不是在新闻当中找盼望 不是在争论当中来找平安 也要是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看见恩典 所以你看 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才能够看见恩典 有些人会感受到无助 觉得自己是不是遭了什么样的灾祸 或是怎么样做错事的那种造口业 或是业障之类的 然后这一波颜色闻闭 小孩影响到自己 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命中注定 遇到这种事情的一样 对我姐妹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是神来修复这个世界 神要来修复这个世界的洞 这社会丑陋的坑 人心形恶的破口 把我们的眼目要转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带着一个期待跟相信 我们可以看见被冷射过后的新世界 Amen 而我们不只是要好好祷告 更要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扎根 让自己能够安静下来 让自己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 看见新天新地 弟兄姐妹 让我们要带着这样的盼望去祝福人 坑洞从我们这里开始填平 撕裂从我们这里开始修复 祝福我们都能够成为修植万道的人 让我们在当中祝福彼此 愿上帝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